OK 那我們開始囉 我們現在講的是 那個叫什麼 我們其實今天講的是 Day3的東西 只不過我們之前Day2會多講一些東西 但我們今天還要再講多一些 其實我們今天主要的目的是 把我們之前這個 很爛的後台 然後包裝成這個 很漂亮的東西 那我教你如何包 那這個東西是買來的 那前以後給我等一下會說 那可是我要先講一下 如何做 就是Day3最後的東西就是 如何去做Deploy 那我們等一下講的是這個 也就是外購Template 如何包到章案裡面去 那所以我先講Deploy Deploy的話什麼是Deploy Deploy其實很簡單就是 通常我們上了Server 之後會把會架另外的 HTP Server 比如說Apache 或是ENGINX 因為Apache跟ENGINX 對Static file的支援度比較快 而且比較好 它可以利用 UNIX或是Linux的一些手法 然後讓它非常不佔支援的方式 去傳靜態檔案出去 那它本身不適合用在動態檔案 所以當ENGINX或是Apache 找不到章案檔案的時候 就會把它的使用權交給Rails 那Rails再去看有沒有它可以處理的東西 然後再去跑ROD 然後最後發覺沒有的話才跑404 所以它有一個授權交換的東西 那如果有的話就是 如果檔案就從ENGINX直接把檔案出出去 那如果Rails看到它有Control Action有Loud的時候 它就把HTML丟出去 這是整個Deploy過程 那至於線上機一定要做Deploy 因為你Deploy完之後 比如說你可能用UNICO RUMBO 或是PUMA 或是我們目前要交的Pyzenger 它會另外做了一些類似Washdog 或是一些方式去關你的PASSES 基本上一個Rails的PASSES 只能服務一個人 所以你不可能用你的Deploy mode 去上你的PASSES 那你就只有一隻Ruby 那你那隻Ruby就只能服務一個人 其他人全部都在排隊 這件事情不可能存在 那有一些Watchdog做得比較好的話 它會幫你 比如說如果人多的話 你的PASSES會多開幾支 就Rails的PASSES 那如果人少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Q掉 類似這樣子其實 那以新手來講 最簡單的還是用PASSESGIR的方式來做 那我大概做一次給你看 那我再開一個 這是我們上次的Sharp的專案 那如何做Deploy 首先你只要這樣做 比如說GIN i PASSESGIR 你就可以把PASSESGIR的GIN裝好 那這邊我不裝 因為我應該已經有了 那裝完之後 它其實一般的GIN裝 安裝方式就OK 然後之後你可以打一個指令 比如說 PASSESGIR 那只不過你的TAP按兩下 你會看到有別的東西可以選 那我建議這兩個東西 有不同點 我要先說一下 那PASSESGIR可以裝在兩個HPV Server上面 一個是最老牌的APA器跟 其實比較算心的 叫ANJENX 可是它其實也蠻久的 那APA器本身支援Module 它的Module就是說 你可以做Compile的動作 然後丟給APA器 然後去做一些設定檔案 然後你就可以用那個Module 那Module用的話 你就會多一些設定東西 然後其實就可以用 可是ANJENX完全不一樣 ANJENX必須把它的那個Module Compile在一起 所以ANJENX的速度一直都比APA器快 那當然 之後APA器會去做平板的動作 那之後就是越來越挑 可是以這個道理來說 因為 ANJENX是把整個 整個東西都Compile在一起 如果你要加外掛的話 你還是要Compile一次 那 所以 照理說它速度會比較快 因為它中間那邊界會比較沒有 那 可是它有缺點就是說 比如說 如果你之前已經有一個ANJENX 那 你之前Compile沒有做HTPS 或是你像我們今天要上個Pasager的話 你就需要重新Compile它 就是把它砍掉 重來一次 或是把它蓋掉 的方式 會比較囉嗦一點 可是 以成本來說 它會比較 對我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那 如果要裝的時候 這兩個其實其實都很簡單 那 所以以剛剛的說法來說 如果你有APA器的話 其實你就直接直接這個 你APA器其實不用動 只不過你要去加它的設定檔 或是把它設定到對 可是如果你ANJENX的話 大概重新跑一次 然後 要安裝完就對了 好 那我們這邊DEMO是ANJENX 這個 那 ANJENX其實很簡單 它會開始提示你一些東西 比如說 欸 欸 有的沒有的 其實 這邊都很無腦 你就按下一步 最後 按Enter continue 所以你就按Enter 那 這邊選擇你要語言 我們是用Ruby 它其實有支援別的東西了 那 上面那些 剛剛其實在做的動作是 它會做一些相應性的檢查 如果沒有的話 它會直接叫你舒服密碼 然後去幫你做 類似APGAT 去安裝一些東西 那 因為這邊大概都裝過 所以 所以它會直接讓我過 然後這邊的話是 直接讓你選 就是說 欸 完全自動化 跟 欸 你想自己幹 懂我意思嗎 因為 我說過 因為 你如果要再加其他的 外掛的話 你需要做一些設定的動作 它才會把它加進去 才會 裝進去 那 以一般來說 像 配人覺得 已經有包很多東西 除非你還要再加奇怪的東西 我們家就有再加 再加一些 Logo或是Header的修正的話 我們就要 選 這個 那 可是如果你不需要的話 其實選第一個就好 所以 通常按E 就OK 然後呢 後面也是一個自動化過程 就是 它會幫你把一些 require 比如說PCIe 或是 安全值 下代下來 自動 編移好 然後 全部弄好之後 你只要在後面再加幾個設定 就好 這邊要 稍微的等一下 所以 配人覺得最簡單 如果你去用 UNICOM HUMA 的話 它會再困難一點點 因為有一些東西 你要自己去設計 那 再來是 這邊是 你要選擇一個 安裝的地方 也就是你要安裝到哪裡 的問題 所以 比如說 我們裝在我們自己的 哄下 比如說 我們裝在我們哄下 這是 ENGINX的目錄 譬如說 Permission Denied 我看一下 BUT OK 它這邊跟你講說 如果你要去裝到奇怪的地方 或是怎樣的話 請用RVN速度 那 我說一下 以Ruby來說 你要去執行Ruby的時候 速度跟RVN速度是不一樣的 通常我們去 那個 Debian系列 也就是AVT系列 如果他們 有個特殊指令叫速度 就是提權的指令 那 這樣子 不會過 會找不到 因為 因為 RVN的做法 是在你的 這個User 也就是 Inroot這個User 裡面的 profile下面去做 然後 所以 只有在你這個 使用者的 Involt才有 可是你今天提 全程 RUT的時候 他 那個使用者其實沒有 知識你的profile 所以他會找不到Ruby 這邊自行 所以 RVN就做了一個 折衷方式 就是你再過一層 他多了一個指令 叫RVN速度 就可以去做Ruby的動作 他就找到Ruby了 這邊也有 好 OK 所以 我們剛剛那樣裝有點怪 因為你需要 比較高全線殘裝 比較高其他的地方 那比如說 我們再來重來一次 也就是 RVN速度 OK 那這邊都一樣 這邊就直接 跳跳跳 OK 那因為我們目前是速度全線 所以我們可以安裝到任何一個地方 那這邊有兩個地方會推薦你的 一個是他的OPT的 NGINX 跟另外一個 有一些Linux的人 比較喜歡的是 USR的 Local的NGINX 這兩邊 這兩個路徑都OK 這是以一般的Linux習慣而言 那 如果像我們家的production環境的話 我們家其實是裝在home裡面 OK 那所以是看你們家團隊或是 有什麼習慣來做這個 那 我目前裝在home裡面 OK 然後他會開始自動化的做Compile的動作 這邊大概都不會出事啦 因為你前面那個requirement 全部都處理掉 他自動幫你處理掉 那 這邊要等一下 簡單來說 你就裝那個GIN 然後打那個指定 然後執行他 然後看他有沒有需要裝一些東西 他會提示你 他如果要裝的話 他會出現那個 請輸入PASS或什麼鬼東西 然後裝完之後就可以很順利的 全部都把它跳光光 然後 這邊要等一下 沒那麼快 這個不能多做任何事情 嗯 這個等一下前後 不要先查 快點 我睡一下像這種template啊 其實 其實 我順便抓來講 像這種template其實很簡單 就是 它是一個複製貼上的動作 就是 其實你的Layout 符合他這個HML 然後呢 抓得到他的CSS 全部系列 然後跟 跟他的 應該是最下面 對 跟他的 Jarsquid 其實 你就可以找 跟他一樣 甚至用他裡面所有的功能 只不過像這個東西 需要調整一下 他會 因為他 他是Demo的 他會多了這些項目給你 就是通常會多一些可選項目 甚至你可以去換他的外觀啊 什麼東西的 那這些對你來說可能是不需要的 所以你一開始可能會把 就需要把它抽掉 他通常那個寫法都很 都很 都很 都比較 就是你要去看他的原始碼看一次 那你就會看到類似這種 這種東西 然後或是一些 奇怪的 Jarsquid 那些其實你就可以把它移掉 取你要的功能就好 到底要了 還沒 然後 這邊買的時候 就要看你要不要他的東西 因為像我們 如果我們家去買這個東西 因為他挑的東西很多 比如 帶你去挑 譬如說 你去到這個網站之後 這邊可以按一下 然後 這邊有個項目是 他的命運 Dashboard 這邊就有超多可以用 那你就選你們家 可愛藥的風格 然後 然後 這個有特殊版 Angle 和Jars 這顆 那 之後 你們就可以挑你們要的 比如說 我覺得這很帥 然後我想要這個版 那你就再去買它 因為你可以先試用一下 那 所以你們可以開始評估 你們後台 到底有哪一些功能 大概就是什麼 圖表啊 表格啊 表單啊 然後 或是 或是 太奇怪的東西 你們就可以開始考慮 那甚至是 你們開始 也可以把你們的設計 放上去 比如說 他有這個功能 或是他有 這個 這天氣 然後 或是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開始把你們的 東西多一些創意 然後用它的方式把它拼回來 欸 好了 那 欸 我們剛剛在Compli了 那Compli完了 這邊有幾個最重要的地方 是 它結束之後 它會多幾行 那 它會自己幫你塞 可是你最好先複製下來 怕它如果沒有幫你塞的話 首先是這一行 這是 欸 Passenger的路徑 就是它自己本身那支程式的路徑 跟 Passenger要用的Ruby的路徑 那你要記得 只要在 那個 Ruby除了在你的Console下 用之外 其他的地方 一定要再加這個版本 那 這個不加的話 會出事 簡單來說 如果你去看我們的 欸 Linux使用者很喜歡加一個指令 比如說 Wish Ruby 那 通常這個東西就可以直接用 對吧 那 欸 可是Ruby有一個很好笑的地方 是Ruby有Ginset 就是 那個 Gin的 Gin的那個集合到底在哪邊 所以 如果你直接用它的話 其實是找不到Ginset 也就是 可能去執行某些東西的時候 它會跟你說 那個Gin根本就沒有安裝 這件事情 那 所以 你記得 就是你可以去用一些路徑的方式去找到 然後 有過這一個 的 Paste 所以這個Ruby才能用 所以如果你們家如果要上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框Job 例如說 在這邊要上定時執行的東西的話 你Ruby版本就要用 那個Paste的那個才對 不能用 Wish找出來Ruby 不然那個找出來Ruby執行那個程式的話 一定噴 因為 因為它找不到你的Gin 好 好 然後 再來是 這兩行通常放在這上面 我等一下可以帶你看一次 Andjins的Configure 然後再來是 第二個是 在這邊的 這個東西有點重要 就是說 你的Server 的ListenerPole 跟你的ServerName 跟你的Root Root 記得它要溜到 Public下 那 我剛剛有解釋了 為什麼我們要去Deploy Apache 跟Andjins 對吧 那 你自然而然也會知道 為什麼它要在Public下 因為Public 代表你的網站的斜線 也就是Root 所以它檔案會先去Root 下找 如果有找到檔案 就直接出 所以它的Root 它的Root 就會在Rails Portrack 跟Rails 那 這是Deploy的方式 然後再來是 它找不到 它找不到的時候 它就 偽交給 Passenger 那Passenger就會 再丟給其中的一台Rails 整個流程大概這樣子 好 好 那 其中要複製是這邊 因為 不複製會出數 好 然後 我們好像裝在 這邊 那 config 那 ngins config 這邊 其中它應該有幫你設好這兩行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兩行 所以這邊其實你不用動 那 再來是裡面的 server 這邊就是你要動的地方 所以我們剛剛有複製 幾行可愛的code 這樣 這 read only 然後 然後 剛剛複製的是這邊 那 去頭去回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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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貓重組請要不要做壓縮 還有一些類似快取啊 甚至一些performance的調整 好 這邊到這樣就好 那這是nginx.config 那 nginx.config 它就是一個設定檔 那你真正要執行它的時候要照 s并下 s并下 因為我們有裝多次 所以它會把 chill移到all去 那通常這個裝完就只有一個 那 再來是nginx像這種htp server 通常跑在80pc下 那 linux裡面有規定說 1024pc以下 一定要用root的權限來執行 這是強制規定 那所以你勢必要去開的話 一定要再加前面再加一個sudo nginx 那 後面不用加任何東西 因為它自己會去它的資料夾裡面 找到configure檔案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開好了 那如果 剛剛這次開啟的指令 如果你要停的話 是-s的 stop ok 那 當然你 你關兩次是沒有 因為它被kill 掉 那你開兩次也是沒有的 因為它會跟你說 80paw已經被 上個passage吃掉了 也就是你其實已經開成功了 好 那 所以我們去看 這個 ok 那 3000paw是我們原有主機 這邊是rails 那 你真正的主機是這邊 也就是ngins 如果它沒錯的話 它就不會可能 那 它錯了 那 那 ok 再來是 如果錯的話 你有兩邊的log要看 一個是ngins log 一個是rails log 那如果從ngins 層就掛掉的話 通常這邊會是寫一個大字 什麼 500 或是404 不會是這個畫面 那這個畫面通常都是rails的錯 所以我們要去看rails 然後 它到了 production 你可以用一個指令叫做talefocus 然後 它就會一直動 所以如果 重新整理的話 如果它連log都沒有的話 就是 有問題 好我們去看ngins vin arrow ok 那 所以 它的log有兩邊 所以如果你真的rails連起來 都不起來的話 你就要去看 ngins的log 然後 這邊的log 是 啊啊啊啊 欸 它跟你講說 請你給我key 就是device secure key 那 所以 我們沒丟東西給它 那 config的initualize device的 設定檔在這邊 這個東西要開啦 這個東西要開啦 它的意思是這個 好 然後 欸 欸 保險起見再重開一次 所以我們剛剛的東西可以連打 比如說 ngins 就是 減下 lb anyl 如果還是噴的話 我們再去看嘛 對不對 呵呵呵 至少要換了 對 有換有解 vin 欸 這個太亂了 我看一下 好 這邊是第二組key 也就是rails的key 那rails的key 我們有給 他在 在在在那個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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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其中的 那個 podation會長這樣子 因為他會希望你射程 你貓門的變數 齁 那 你其實可以另外產一組 啊 產一組的話 我說一下 Ruby下如果要產這個 奇怪的call 齁 首先是你可以去複製上面去看他的lens secure random 這東西很好用 非常好用 我們家很多地方都拿著在打 那 因為他是secure 所以他會做一些處理 怕你 有一些重複Random的狀況 那你要用他的話 要 欸 等一下 他要小心 OK 好 那secure random 有了之後 你就可以用這個 pix 那剛剛上面是128 128除以2 是64 那64 你要幾組都有 OK 蠻好 那所以我們隨便再產一組 你記得一定要用類似這種東西來產 啊 不要自己打 因為自己打可能從附近還蠻高的 好 然後我們再去編這個 那我們再把它的key丟給他 Ruby下的key其實不多啦 要就是side key 這是side key 就是一個全戰裡面最大的secure 那這個東西留掉很危險 請入外流 然後也不要上 也不要上key hub 不然人家就拿得到 好 然後我們再來一次 應該沒問題了 這裡 蛤 有噴了 OK 我確定這是RELS的500 那 我們終於可以去RELS看 Sharp Tail Tail OK 那 RELS的log其實很好看 就是其實你就這樣focus住 然後你叫人家去操作一次或重新整理一次 噴了 之後呢這邊就會有log 那 這應該剛剛的 看一下喔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追 為什麼會噴 喔 我知道了 因為我們家的database沒有建 因為 對 我說一下 因為我們之前在玩的都是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的database 它叫做 DV 可是這邊叫做production 所以這邊勢必會噴 那 所以我們就做一件事情是 就是 這招是偷懶 小朋友不要學 真的 因為我不建議你們這樣玩 就是 其實你可以把你的 Development 的database 跟production 打成同一個就好了 那我們的 外部的資料也可以啟動 所以 這邊會是 這個 這個 這樣就一樣 對不對 那 可是不建議這樣子用 因為 因為 好啦 我們自己加在自己玩 就可以 可是你記得上 產品線的時候這邊要切開 然後 對 這邊還有一個重點喔 你絕對不要把你的 Development 或是production 打的 跟test 一樣 test 這邊很危險是 test每一次都會 drop schema 也就是把你的第一整 砍掉 然後從頭跑一次migration 然後再做測試 因為它是測試用 所以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是測試的資料 懂我意思嗎 所以 絕對不能打一樣 你可以把Development 跟production打一樣 沒關係 可是絕對不要把測試 也打一樣 好 然後我再說一下 如何重開這個機器 你會發覺我們剛剛的是 Nginx下面建了一個 Passenger 那Passenger去觀察 Rails的狀況 那可是我們現在 如果 譬如說我們修正Core 那 我要如何把Rails重開 而不重開 Nginx的狀況下 那 Passenger 如果你去看看Document 它提供一個方式 它就是touch temp temp 下的 這個指令就對了 那你去touch它的時候 你會變更 那個檔案的timestamp 那那個 Nginx會 有一隻機器人 一直去觀察 這個檔案的timestamp 那如果它timestamp 變更的時候 touch就是戳它一下 把它timestamp變更了 那變更了一下之後 Nginx就會把目前 所有的Rails的instance 全部kill光 然後再一個一個new出來 那所以touch之後呢 通常touch之後會變慢一點點 因為它需要 有一個initialize的動作 這樣就ok了 那你會發覺現在很快 非常的快 而且人數多的話 它會多開幾個Nginx 多開幾個Passenger 會多開幾個Rails 那可是如果我去touch它的時候 你會發覺它會慢一點點 因為它正在重開機 那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把Nginx整個重開 是因為比如說 你們現在網站上線的 然後同時流量 可能有幾百幾千個人 在那邊 那可是如果你把Nginx kill掉 然後再重開的話 那幾百幾千個人 瞬間會得到 比如說404 或是Server Not Fun 或是什麼奇怪的東西 因為它聘不到你的Server 連線不會成功 可是如果你 如果用這種方式的話 你會發覺它會等待 也就是那幾百幾千個人 都在等你的Server重開玩機 它連線是不會中斷 可是它會微停一下 大概整個意思大概這樣子 那 Deploy 其實到這邊就結束了 也就是 你會剛剛看到我們 碰到幾個Bug 就是 那什麼 Device的key要設 跟 我們Vils 最大的Sitekey要設 然後 其他就是一些設定值的問題 就是 你可能要去調Nginx的一些方式而已 那 上線一定要 那個 Deploy 那 Deploy 最後的成果會是這樣子 比如說 這邊有一次Passenger的 那個 Master 那 他會生幾隻Walker出來 然後 因為他會自己 複製自己去服務多個地方 那 再次 那這個key到底要幹嘛 那串的key 那串的key在加密你的密碼 密碼 對 然後加密很多東西 甚至加密的cookie 加密的sation 對 它是你的網站最基本的密碼 所以如果你外流的話 你的cookie sation 那些孔會被解開 嘿 好不好 OK 我繼續說下去 那 Hungens 在這邊 那他會 這個東西就是他的RAG App 所以他 如果你人多的話 如果你去現在拿一隻機器人去攻擊的話 他會多生一大票的這個東西出來 因為他要多一些Passen 去服務他 服務別人 那這是整個 用Passenger Deploy的過程 然後anyway 基本上都還算簡單 多玩幾次大概就可以了 那這邊就先不demo APA 7 因為APA 7相對的會比 ngens還簡單一點 就是anyway 你就是 裝完之後 他會 他會把那個 路徑那什麼東西都設好 只不過你最後的那個結尾 你一樣 還是一樣要複製一下 不然你這樣key過 然後我就忘掉 你要去查Daki 很多說就對了 好 這是Deploy 你會發覺我們之前已經在80Pol 那 可是我還是回去玩3000Pol 喔 這邊還有一個重點喔 就是 我們現在在80Pol 對不對 那 Footer 我就要在最下面 那 如果我們現在去改檔案的話 例如說 App View layout 剛剛那個是applications OK I amFooter 那我在這邊亂加一堆東西 這邊 重新整理基本上是不會變動的 可是如果你去看我們 간략模式 是呀 這Divine模式會變 可是Potation模式不會改 他改了 為什麼 我看一下 再一次 因為照理說他不能改 你會發覺他基本上都沒有動 他有自己重刷 他現在怪怪的 我說一下這就是Dirty Data 就是 他有幾支是已經OK的 可是他多伸出了Fork 他讀到新的檔案 所以如果你現在就是在幾支機器裡面切換 你會是先心理不去救 就會出現這種Dirty Data的狀況 那如果你 可是如果你去看像這個是 DivineMode 他不管怎樣子都是 因為他只有一支 所以他不管怎樣都是最新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Potation 通常按上去之後 他讀到檔案 所有檔案都會存在他的記憶體內 那存在記憶體內 他就不會roll 就了破 他不像我們DivineMode 他會一直重新讀 重新讀 每次重新 整理都重新讀 那 所以 我順便再加一個 然後 你會發覺 他又在 反正他現在是怪怪的 他不會做那個動作 好 那 所以你勢必 所以如果你散步拉旋的時候 記得如果你的 code變動的時候 一定要touch這個檔案 把Rose再重開一次 他會把Cue關 那我們一樣再看一次 我們到底有多少 比如說 這個 所以剛剛兩支 升成三支了 所以新的那支 是有讀到新的code 所以你會造成code不一致 那 Anyway 如果你的code變動的時候 就touch他一下 然後 這邊就會是 新的東西 ok吧 所以我們通常上 production的時候 就是 曝我的時候 曝我下來 如果你的 太多核心沒有動的話 就不用重開 可是你一定要去做touch的動作 把Rose整個replace掉 那這裡就ok 那這邊一定都ok的 因為他定義比較沒有 好 ok 那這 diploid的所有東西 那 詳細的還可以去看 enginxdocument 裡面寫的其實還算清楚 那再來是 我們今天的課題是這個 也就是如何把 我們的layout打漂亮一點 那我們用的是 devile mode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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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我們要把他打過去 的這邊 那 首先是我這邊其實已經下載到的東西 是 template 的 se template 的1.3.3版 這個東西就是你買了之後 你就可以下載到 他的這個東西 或是 你用奇怪的方式入手 我就沒辦法 那 再來是 這邊有幾個東西 大概 他大概都長這樣子 也就是 他裡面一定會有個HM HM裡面會有 這一票東西 這是democode 那再來是 裡面 應該這 build 裡面會有 欸 等一下 他的code在哪裡 我看一下 欸 我說一下 你首先應該可以先去看 比如說 HM 那 你把pw打出來 那我們 之前有說 這個東西叫 public下是斜線 對不對 那 所有template裡面一定會有一個 index.html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 也就是 你的網址會變成 template下的 index.html 這個東西就會到這邊來 那你可以去觀察一下他的 css跟 那個什麼 東西到底在哪裡 所以他放在 他的上一層的 那個 asset 裡面 好 那所以你就知道他的 檔案結構 他的css 放在這邊 跟javascript全部都放在這邊 好 那這個路徑很重要 因為你等一下要去做 絕對路徑 好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template template其實很簡單 就是 比如說 欸 你選一個比較乾淨的頁面 因為像這一頁就太亂了 太多 然後 可是他好像沒有乾淨的頁面 好吧 就這一頁好了 那這一頁叫做 vidget 那 所以我們把 vidget.hn 先有複製到reels的專案裡面 比如說 cp vidget到 shop的 location的view的 layout內 好 然後 欸 先到這邊來 然後 我們到這邊去 我們要修正他一下 比如說 mv 欸 我們的layout應該是admin layout 那 mv 把它替換掉而已 那 admin 那這邊就開始要修了 就是你要修一些東西 讓他符合你的網站 第一個是 你家網站總有一些標題 從title開始 那 欸 所以這邊是叫shop 然後 description OK這邊隨便打 Hello Kitty 然後這一行我等一下 看有沒有時間講 因為今天講的主要是template 這個是CSA的課程 也就是RWD 我等一下要demo給你看 那再來是asset 你要訂一個東西 可是你要記得 這個東西 一定要變成絕對路徑 而不是相對路徑 他前面有兩個點 一定是相對路徑的寫法 可是你要用在你專案的 你一定要用絕對路徑給他 那 所以譬如說我們放在是 template的asset裡面 然後這邊都要改 因為不改就找不到了 然後 像這主點高興的話 你到最後都可以刪掉 只不過你的 所有路徑要先正確 像這個IE9啊 如果你確定你家後台 或是你公司人 沒有人用IE9的話 你乾脆就把他拿掉算 乾脆就把他拿掉算 好 好多 其實我不會用Vin的搜尋取代 我都要去查Duck 所以我就偷懶了 好然後呢 其中的 這邊還有兩個 其他我們都先不修 然後 還有最下面的 是 到 Footery 喔 好多 80 90 100 好 那 這一票也要修 就是他的 來源 那其中幾個不用的是 比如說像這個 你會發覺他是 類似 On Page Helper 或是什麼 像這個 應該都是多的 然後 不過 Demo Only 對不對 他要跟你講 是Demo Only的 所以你大可以直接把它砍掉 比如說 DDDD 然後 再來是JavaScript都要上 整個 Document系列應該都不理他 應該吧 出事情再把它修回來 然後 這一段應該不用 因為這一段是自己多的 也就是它是Color Picker 這一頁專用的 那你就把它砍掉 因為通常如果是Library會比較像上面那一種 也就是只有一個名稱 那它本身是帶簡單的語句 它不是針對這一頁製作的 快結束了 誒 入境入境 還剩幾個 找到不調這頁了 這頁好多 Buy Boston Buy Boston Zecry Mini 這個一定要 好的 看來好了 那 這樣子OK了之後呢 如果你去重新整理 你們家的網頁 你會發覺你就是它 如果你有設對的話 那如果你發覺你的CSS跑掉或是少一些東西 那你表示你的CSS那個東西 沒有設定到 那再來是幾個東西要移掉 像這個東西 這是設定用的 其實你應該不太需要 所以你直接把它 你就要開始追Core 譬如說 它的Core是 設定用Container 這個 這一段 那 所以我可以去找到它在哪邊 也就這一段 那這一段就 開始砍一樣 增加比 三區比增加還快 所以 就開始解 反正因為它都有造縮牌 所以你刪到那個縮牌回來 就是它 好多 這是一個3Core的過程 它其實註解都有給你 所以你用別的GUI的ID 會比較好用 不要學我一直在打印 所以 它就不見了 那再來是這一塊 因為這一塊 預設是你內容的地方 對吧 所以其實你也不需要它 只不過你要看一下它在哪邊 就是 比如說它在這邊 不是 在上一層 好 那這邊 有沒有 Page Contain Begin Edit Hm 那你去找它 OK 從這邊開始 那 下面的其實都可以砍掉 然後 一樣 努力的砍 所以沒有辦法 這邊本來就該這樣做 等一下 你要等它那個尾巴回來 因為它 它會繞 繞一圈 啊這個 哇好多 喔喔快回來 啊又下去了 欸 呵呵呵呵 哇人家縮牌縮很好 欸 這邊還有一個 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到 還沒有 還沒到 這邊 有 你還沒有到 那邊 我還沒有到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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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要不然可以直接刪除多少行數 這是下面的 有了有了有了 我們回來了 最後你應該要刪到這個Raw 或是別的東西沒關係 那這個先刪掉 那如果刪到這邊的話你會發覺 這一塊不見了 可是這一塊你要填你的東西 我們剛剛是有那個列表很漂亮的列表 就是有上圖那個列表 那我們在最外面的時候 我們在上那個什麼Layout的時候 有說其實你要上一個Yield 到這邊來 然後存檔這邊就有 有 也就是我們把剛剛的東西拉回來 然後再來是我們之前還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WebPageNet 然後再來是我們等一下要上Menu OK吧 那我們慢慢修 比如說 又有了 也有了也有了 之後呢 你們還需要再兩個洞 我們之前一直有在用的兩個洞 是一個是 一個是那個 黑的在這邊 那黑的下面還要再加一個 比如說 這是我習慣取的方式你們可以取自己的 比如說 然後 你現在就可以開始作動 然後我們剛剛之前還有一個語法 是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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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等一下不是這個 是 然後裡面有一個是 這個 我們要做分頁嘛對不對 那 分頁這個語法還要 因為我希望我Lail上面就有分頁 而不是我自己 自己要一頁一頁打分頁 那 OK 那你的分頁語法就可以增加在 這個的上面 下面 那 這樣子的話 你的網頁 目前沒有分頁 那 你增加完之後 就有這個 那 只不過它長怎樣 就先不管 我們先把東西 移到定位去 然後 像這個LOGO要改嘛對不對 那 你現在就 要學會開始追扣 就是 比如說按右鍵 裡面有一個 觀察元素 走開 OK 它叫做這個名稱 然後 你就可以去search它 到這邊之後 你就可以改成你要的 甚至 這叫做 Fone Austin 那Fone Austin 我先帶你看一次 是在 這東西是Fone Austin 那 它是FA開頭 之後 它就是一大堆的 Igon Set 這個 我們之後再講 那個 CSS 那邊說 會講到 那我們現在先去取 那我直接取一個 叫做 Keyr 好 存檔 然後這邊就會變一個 齒輪 你可以自己挑你要的圖 那 包括這邊的所有的圖 都是這樣挑 所以你可以去看 Boot Trip 跟Fone Austin的 它的 那個 Icon List 然後 再來是這幾個東西 我不要 所以你就要去追它 是什麼東西 在哪邊 那這邊 Drop Down 類 類 那 OK 它是 C的那 OK 這邊 就一樣開始刪 3 3 這裡太多了 OK 我們刪掉第一個 然後最後一個我要 所以我要刪掉 PURPLE 跟GREEN GREEN來了 其實看收牌你就知道在哪一段 只不過它的Code太多了 通常都挑 通常刪到後面就會很金錢 因為都剩下你要的而已 OK 那我們現在剩下可愛的Blue 那 這邊有一個 圖片路徑沒有射到 那 User User螢幕其實這邊就可以開始改 就是說 這個時候我有卡 然後 我們的 Cermanager的 Email 這邊就可以把它改掉 那 所以我們回去看的時候 就會變成 我們家的Email 那再來是 這邊至少要留一個 Lockout 我們才能做登出的動作 那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把它拉起來 因為它收牌 真的太長了 OK 是這一段 因為它 它用一個大的UL包 然後一盒 就是一個LI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刪到剩下 如果你看到這個 有什麼都沒有 可是有奇怪的class name 它大概都是 那一槓 也就是這一槓 它也是一個LI 那這個應該不用 好 然後像這是一個Lockout 這邊就可以再加上 你的那個 HMO Tag裡面的Link 去Lockout 對不對 所以 這邊要 就要做一個 對照的動作 是 OK 這邊是對照表 那 我們的 Manager的Signout 就是這一個 所以這邊會是LinkTo 然後 Lockout 然後 前面是文字 後面是Paste 然後Maser 是Delete OK 那 我們之後的 就會剩下一個Lockout 那 欸 這一顆在哪裡 這一顆 欸 喔 它要接起來 它不接起來 它會 斷掉 試試看 欸 我看一下喔 A 等一下 那 它 它外面還有一個A Tag 那 我們要把它包進來 所以 這邊會變成 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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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齁 那LinkTo 有個很好笑的地方 LinkTo 也有Do跟End 可以用 Do跟 End 中間包你要的HMO 這個就可以包進來 那 那 可是它好像會長得怪怪的 滴滴 滴滴 那 我看算了 我把它塞進去喔 就是這邊 Power Off 欸 等一下 這邊刪掉 然後Do跟End也刪掉 OK 只不過這個東西 這個Button要在它前面 那 這個也刪掉 那 我說一下 這個東西 如果你在像LinkTo前面裡面的名稱 會是HTML的時候啊 我先給你看原本 就這個版本 它會變得 怪怪的 因為它會做HMO Escape 也就是它的 腳瓜化都會變成什麼 %GT 什麼 MGT 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之前在講 View的時候也講到 你前面還可以再加上一個RAR 把它包起來 它就會還是原子丟出去 也就是會把它當作一個HMO來看 可是這個要小心就是 比如說它如果是使用者名稱 那使用者名稱你又沒有做過濾 那它就可以打HMO進去 然後你網站就會被人家入侵 所以這邊一定要特別小心 好 重新整理 OK 它就一個很漂亮的Logout 就有了 然後 然後 其實還有很多工作 繼續 那 以Menu來說 Menu其實最簡單 通常會變成 還是一樣要看在哪邊 追扣的時候記得追到它最外面的那一層 比如說這個 它叫Nobset Noblist 那 Noblist 也就在這邊 那通常你應該只需要留一個就好 也就是第一個 那其他都可以砍掉 那 那 繼續 加油 D 99D 還沒 我已經下山了99行 D99D 有什麼還有這麼多呢 Winbox 喔快到了快到了 欸 還有 它的配局 這最後 有了 有了有了 找到結果了 好 然後 存檔之後你就會剩下 一個 那 這個Link當然不夠OK的 那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一些 Lout的東西打進去 比如說 我們這邊是 產品類表 所以這邊是Item 這邊打動當然OK啦 因為它反正它是HM 那 之後呢 Paste這邊就可以改成 你要的Paste 那 Paste其實有兩種寫法 就是 你可以 符合它的HM格式 也就是 你這邊只 只放Paste就好 那 我們的 Admin的Item 在 這邊 ItemIndex 所以這邊 有幾種寫法 第一個是這個 就直接抵這件Paste 就好 第二種寫法是 你乾脆就 複製貼上 我寫給你看 比如說 這個 然後這邊刪掉 它的路徑是 index 這邊 這個 這兩個意思完全一樣,因為它 HTML 一樣啊 那個 helper 就是儲出那個 URL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那個直接儲文字填回去就好 這兩個是一樣的意思 那上面這個我已經刪掉 通常我們家也是這樣起來 好,重新整理 那你就 item 了 那你點進去就在這一頁 你就可以開始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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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整個東西拼出來 那其中的幾個東西 其實 layout 這樣子就很厲害 那再來是比如說 你可以發覺它這邊有 你可以開始改的 比如說它有 table 那 single table 比如說這個 那我們要把我們下面這個東西改成它 對吧,這樣比較漂亮 那我們就可以去 可是已經不是這一頁 因為我們要打一個程度就好 那我說一下這一頁缺什麼 這一頁缺這顆於 UJS 所以你的 logout 會變得怪怪 會沒有L 那這個原因我們之前講過 所以這邊再不再說 所以你必須要把UJS 東西直接打進去 它那個Lout就會正確 然後 剩下的工作就不在這邊 這邊是在 這邊是在 admin item index內 那你要記得這邊是 sub-html 也就是它的東西在這一塊內 OK吧 所以你只需要注意這一塊內容 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把它打到對 首先是你要去看它的格式 它到底長怎樣 所以它的第一行是 table 它的 CSS 一定要全給 所以它的 我們可以編輯HML 然後這邊就可以出去 那把我們的 table 貼上 那你已經完成一半了 然後 後面的東西應該都不用 所以我們的 table 就可以換存 它的 table OK吧 因為它整個東西都有 那再來是幾個是 比如說 你覺得它太寬 那個是你們後續處理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 這個東西要變成 button 會比較漂亮一點 所以 一樣 去看它的 button 比如說這是它的 button 它的 button長這個格式 那 前面 它沒有A的tag 好啦 其實沒有A的tag 也沒關係 我教你用 比如說 editor 隨便HML 然後 這兩個是 我們家自己加的 你首先把它的東西貼上去 那 它其實很好笑是 以 Bootstrap來說 它如果前面是BTN的話 不管你前面是什麼東西 它都會變成 button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前面就算一個DIV 後面是接一個 button的話 它還是會變成 button 好 那這是基本規則 第二個是 比如說我們剛剛已經知道 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 這個東西是一張圖 那 所以我們把它貼上 那我再貼一個 那中間用 我之前有說 就是用多一個RA 好啊 那 它好遠 對啊 OK 然後再來是你記得 你一定要把class上對 因為如果 你覺得上對的話 你根本就不是它 那 再來是這個paste 那這邊再加一個class 剛剛這個 固執 貼過來 欸等一下 這是多的 滴滴掉 全欄 然後去看我們 button 欸 好它掛了 我看一下 上錯 欸 要查錯的話 要連那個一起看 class class 欸 它class對的欸 我看一下喔 這個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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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很漂亮 那再來是 你還可以上一些顏色 因為這部trip 譬如說 就變顏色了 這些剩下都是不trip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很快速的 把你的 整個醜醜那個 弄得很漂亮 然後 然後還有一個是這個 這個東西比較難搞 就是 如果你要去弄它layout的話 我大概提示你一下 它後來 就是 web pageant 它如果要改變它的外觀的話 它的gene裡面有寫 你需要寫一個特殊的東西 它叫做 欸 我要找一下喔 它的wiki裡面好像有寫 欸 不對 document simple 算了 我帶另外一個好了 欸 又回來了 欸 等一下喔 我找一下喔 那個在哪裡 欸 這邊先略過 因為它有另外一個地方 因為它有另外一個地方 有寫 我之後再放在論壇上好了 因為它要寫一個類似Render的東西 它可以把它HML render掉 因為它預設的好像是用 什麼東西寫 span 對span 跟a 跟em 那可是 那可是 因為我們用的是別牌的 所以你一定要照這個為主 而不是以它的為主 那 然後這邊你就要去找它的page 到底在哪邊 應該有吧 我記得好像有 我記得好像有 這太花了 這要找一下 這我先不找了 反正你要先找到HTML 然後把它用Render的方式 然後把HTML打成一樣的 其實HTML一樣 然後你套的cse 又是一樣的 你一定是跟它長一樣 沒有別的 好 那 剩下一個 還有一個問題 比較大的問題是這一個 也就是 你注意看喔 如果我去做 Hover 比如說我挑到那個page的時候 這一頁會在 而且這一頁也會在 這件事情其實是 到目前為止 我遇過最困難的問題 簡單來說 我有N個頁面 可是我要讓這個東西 隨著N個頁面一起跑 我到底要怎麼做 那 這有簡單的做法 跟困難的做法 那 我先說一個最簡單的方式是 我看一下喔 我要找我的menu在哪裡 menu在 這邊 OK 它應該加上一個active 的class 它就會有一個 hold住的感覺 對吧 那 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會變剛剛灰灰的 所以你可以注意看 這邊啊 其實它就加了一個 active 這個class而已 啊其實其他的沒有 像在li 這邊就沒有 如果你把它加上去的話 它就會有一樣的感覺 就這樣做而已 沒有別的就這樣做而已 那 那 所以我到底如何要加這個active 上去 這件事情很困難 那 以我的做法 我們家團隊到目前是這樣做的 也就是 我們增加一個 menu 的變數 而且它是一個array 第一個 第一個變數是主項目名稱 第二個項目是次項目名稱 然後全部用int來做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0 全等於 1 3 然後 if activ ok 所以 那這個變數不存在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在ctrl 裡面寫這個變數進去 讓ctrl 內 拉活啊 這邊可以用 然後檢查到 所以我們的menu其實長得很醜 就是這邊 所以 這一票就有一大份 if 確定它到底是哪一個東西 可是 欸 大概有更好的做法 比如說你用fogue圈跑 或是什麼東西 可是你會發覺它效能會低 沒有你直接用if來的快 而且你的東西也不是很漂亮 然後目前沒有看到比較好的解法 對 能說服我改掉這個東西的解法 好不好 那所以 就先這樣用吧 好不好 好 好 那這邊 我留到這邊就好了 那 再來是 最後其實就我剛剛說 那個 你的link 這個要處理掉 所以你要把那個 users 弄回來 不然這個一定會噴 也就是它的laughting arrow 那laughting arrow怎麼解呢 就是 其實有一些東西弄掉就好 比如說 欸 等一下 要把一行複製過來 叫做 等一下 如果你去看你的舊版 比如說 我們切到那個 我們切到home去 那 其中的 這個不重要 因為這個東西都 取代掉成新的那個 也就是csa的部分都取代成新的那一份 所以csa整個可以拋棄掉 可是這個東西要回去 也就是你的users跟zQuery 那 跟你的application 所以你大可以把你的一些語法改掉 比如說 我們剛剛看的是application的這個 那其中的這一行 ok吧 然後呢 去取代成 admin 取代admin其中的zQuery 跟那個 那個 bootrape bootrape 那 他有 jQuery 誒 jQuery 在哪裡 有 jQuery在這裡 然後 上面這一段 就是jQuery 所以你把它塞到這邊就好了 這一段 也就是把原來的JQE砍掉 然後塞你的application 那你的application裡面就有JQE跟JQEUZS 然後再塞回去就ok了 然後我們試試看 整整理 所以我應該會被輪出 Key錯了 Key在開頭這邊還少一個 也就這一段 他送出的時候會先去找這個token 那這個token他會找不到 所以我們還拆一行 也就是在 CSIF的這個Meta的那個tag 那一樣把它改回去 放在header name 他可以放在這個下面 CSFload的下面 這邊 然後你 重新整理應該就有他 ok這樣就成功了 也就是他 succe 而且把我們logout掉 然後倒回首頁 然後 我們還可以再進去一次 當然你現在進不去 因為他會強迫你登陸嘛 然後 這樣就進去了 那這整票就是你的layout打法 那你layout還可以打很多 譬如說你可以做一個 類似 Title 或是麵包雪 這叫麵包雪 這些東西做上去 你射取這個東西 一起功能都可以做進去 所以你就可以開始挖洞 譬如說我這邊要挖個洞 這邊要挖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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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票 那所以去買人家東西 弄過來 其實之後打得很快 包含這一頁 因為這一頁很醜 那你可以去看他的 誒 糟糕 誒糟糕 等一下我們那個包上去 看一下 就是這個 那叫做template 這邊 那包括他的form裡面的東西很多 你可以長得Normal的漂亮 那你就可以開始修 其實看你要什麼就拿來修就好 甚至你們家的都外頁面 也可以這樣做 你就可以去買一個template 然後就可以長得漂亮 你就不用去畫那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不建議用 誒等一下 這是puttrip的lighting editor 這個到最後應該還是HTML 這個我就不建議用 因為你可能會被錄輕鬆 倒是這個可以用 這是markdown的 markdown你就可以用 markdown或bvcode可以用 可是如果他出的是HTML的話 我都不建議 因為你在試讀 讓使用者玩你的東西 這些就是你去看那個template的時候 你可以參考說你要不要這個功能 為主要依據 而不是他到底長得漂不漂亮 那當然你可以做一個動作就是 我可以 我比如說買兩三套 然後把拼一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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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拼成你要這樣也是可以的 這件事情我們家有在做 像他那個markdown應該他的JS一定就有了 對 那 對 他如果這樣有的話 反正你 你其實要看的話 其實你就去看那個原始 然後他一定有多的JSquare 跟多的CSS 然後還有他的那一塊的選考HTML 其實就把他打一樣 他就出來了 然後就可以用 就這樣子而已 其實上次你有講那個 把那個pom的之後 你知道嗎 對 有些可以直接用他的help 有些可以直接用HTML 那他就直接用HTML 那他就直接用HTML 直接送有沒有 哦 那個是Name的問題 剩下只有Name的問題 對 那他送過去那個 其實在Carrance裡面是不是 他就是儲進去他沒有什麼 過密的 escape的問題 escape的問題 都有啊 那個前端跟後端是分開的啦 反正他機過來 那你應該去做一些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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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就是我們之前有說他會過一個Permit Permit那邊 其實你就照著打就好了 就一樣 欸 你的前端跟後端可以切開 那這是手工Layout 手工Layout通常還要玩一陣子啊 可是你會發覺這樣做其實很快 那你們可以打你自己要的東西 然後通常是用刪去法 因為你絕對不會用到那麼多的功能 好 那我們繼續說下去 也就是我們的 第三個部分 什麼是HTML 我們現在從 再從最簡單的東西起來說 那 這邊上面的部分大概都在口述 然後我大概說一次 首先是什麼是HTML HTML本身是一個標記語言 那 它最早的東西其實是跟XML有關係的 就是 反正它是一個 Tag Language 那 我先說一下 所以 知道HTML之前應該先知道什麼是XML 那XML有個特點是 每一份XML都有一份Meta Data 去描述 去描述Data長怎樣 懂我意思嗎 也就是 我有個XML 規定之後流通的格式 在長這樣子 那 所以 比如說我們就可以規定 比如說你傳給我的資料 一定要有名稱 然後住址 電話 年齡 這幾個東西 就可以把 把這個東西 把這些設定放在XML裡面 那之後我丟給你說你要造這個東西給我 所以那個格式也就是那個Tamblet 是一份XML 那它真正叫法就是Meta Data 那 如果你現在去看你的所有HTML File的第一行 一定會有這一行 也就是 Gintel Dark Type HTML 例如說 這是Tamblet 它也有這一行 Dark Type HTML 這一行宣告 這份HTML要長怎樣 那 這一行其實有很多種下法 包含 它其實有一些Dirty的 Ugly的寫法 那 如果你用的那一些的話 你甚至可以長得像什麼 IE60代 IE40代 然後或是有一些奇怪的資源 改這一行 就會造成不同的視覺效果 跟不同的樣貌在 所以這一行很重要 可是 到HTMLFile的話 這一行其實 你就不用管 你就這樣下就對了 就不用管 你就這樣用 因為你大概不會用到那些 舊有的那些Protocol 所以 W3C的標記 只要是HTMLFile以上 一定要記得 第一行一定要有這個 不然它的表現模式 說不定會怪怪的 再來是 HTML本身是一個樹狀結構 它的root 是HTML這個tag 所以它的tag在這邊 它是root 所以 因為它是跟最 通常都只有一個 然後在下面有兩層 最大的 第一個是Head 也就是這個Head 然後再來是 再往下拉 這邊可以給太多了 OK Head到這邊結束 那再來是Body 然後這邊其實 直接到最後就沒了 那 之後再慢慢分 因為它是一個樹狀結構 就一個包一個一個包一個 包一個一個包下去 然後再來是 再入順序 再入順序 這邊是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 我們HM 我如何再入一個東西 那 我這邊要做一些demo 那這些demo 其實 都是存的 存的HM 就好了 那我這邊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 我需要 jQuery 這個 大概這邊 好 那我要這一行 就好了 我們今天大概只有一份 HM就可以結束 vin-test-troll-hmm 那我們剛剛說的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HM 然後一個 Head 然後 這行我先貼 我先貼在這邊 然後 我們還缺一個是 這一行 DugFive HM OK 那這個就是一個 HMFive 目前的格式 好,那我們再做一些事情,譬如說 這個,首先載入順序 載入順序的話,我先說一下 載入順序,你有兩個地方可以放後 一個是head上,然後一個是body內 這是content 也就是你的主要的內容 那我通常會建議你的JavaScript 放在content的最下面 然後CSS放在這邊 也就是這邊是style 為什麼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一開始載入JavaScript的時候 它其實不重要 因為JavaScript通常會等所有動 都生成了 也就是Ready之後 才會去觸發那些Event 也就是下一步要幹嘛 可是你的HM要顯示的時候 一定要先載入style的區塊 否則它不知道該如何顯示 那這兩個東西有差別 那我寫給你看 比如說 這個方向就好了 不要 就這樣子 等一下等一下我想要 這個我先丟上去 好然後 我在這邊宣告一個東西 就是 比如說 下面這一個是一個spam id等於 tester1 跟 tester2 spam in1號 然後 in2號 那 我來說明一下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就是 sql 這邊是JQuery 把JQuery 在我們做JavaScript的時候會用到 然後 只不過我現在先做demo 比如說我先找 1號 console.log出來就好 然後 它的 實體打出來 那 Anyway如果我找到它的話 它就會被log出來 不然應該會是LaceUndefine或是Mio的東西 那 之後呢 這是 再多一個標記 比如說 1號 find1 那 第二個sql 在這邊 一樣的code 那我去做一個 比如說 find2 那 我去找 2號 那 這邊先這樣去好 然後 最後這一行已經刪掉了 好 那我們去看code的時候啊 就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他叫什麼 tester ok 1號2號 可是我們重點不是這個 我們重點是JavaScript裡面的東西 console裡面的 你會發覺 第一個是Undefined 第二個東西有找到 那 所以你再注意看一次 這個是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這是第二個 因為這一行的sql 在它的洞的深層上面 所以它根本就找不到它 那 這個洞 因為我說 因為它是從上到下來讀 那所以這個洞已經深層了 那 所以我下這個語法 我就找到它 那 所以 第一個是沒有的 第二個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的JavaScript 如果寫在最上面 會怪怪的 那 如果你在第二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種code 譬如說 譬如說 然後我們把它多一個 plus 新號 那 這個東西很有趣 那 你會注意看喔 我們先會找到 plus 1 跟2 對吧 那我們去重整看 我們去看它的順序 真正順序卻是1 2 plus1號 好 那 什麼是外面包的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 Ready 標記詳訊 Ready Ready的語法 那 什麼是Ready的語法 Ready的語法寫法是 它會等 它其實就是先hold住 把這段扣先hold住 hold在記憶體內 那 等Body的所有的洞生成完之後 才去執行它 所以 如果你去看JQuery 有很多外掛 或是什麼東西 一定會有外面的這一層 這一層就是Ready 那 這件事情很怪 那為什麼你要在外面寫個Ready 然後等下面的東西升好 那你為什麼不把上面這個東西搬到最下面去執行 對吧 那 所以 這個東西很好笑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東西複製 然後 貼到最下面來 然後Ready這一層就可以拿掉 意思是 完完全全一樣的 那 上面這個Ready 就可以抽掉 OK 好 存檔 那 我還是有找到它 對吧 因為它在最下面 它生成完了 那我就用它 那 那 這整份的前因後果 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Java Square 應該放在最下面 而不是最上面 因為你放上面 它還會佔記憶體 然後去 先去讀起來 然後 所以你不如把連 連這一顆也都放在最下面 這樣順序就對了 那 你的CSS還是要在最上面 因為你要等 CSS CSS其實你會希望 越早讀到它 越好 因為你的HKM就快 我可把它抓回來 好 那 這票就OK了 那所以 CSS放在 HKM的最上方 Head裡面 那Java Square 放在最下方 好 然後 再一個 OK 然後再來是 CDN 什麼是CDN CDN就是 比如說我進了一個 圖片類型的網站 那這個網站 先有抓完 動生成好之後 他發覺這個網站有 比如說 100個 甚至1000個圖片 他要怎麼抓 那 這牽涉到我們 Browse裡面 會有個東西叫Walker 那 通常會是 6到8個Walker 那Clone好像才6個 那 6到8個Walker 就是我有6隻機器 然後我們可以接收到一些請求 然後去抓 那其中一個比較快 然後他就會配到另外一個 所以你就會看到那個圖片網站 上面就有一個不規則 可是是理據性的 往下抓起來 OK 那 什麼叫做6到8個 6到8個的依據是 Domain Name 也就是 一個Domain 就是6到8個 所以如果你網站有1000個圖片的話 所以會是1000除以6的次數 對 因為你如果都在同一個Domain的話 就只有6到8個 所以後來的人會切CDN 比如說他的網址會變得很好笑 比如說CDN1 然後什麼什麼 點抗 點抗 或是前面根本就是一個 亂數 或是什麼東西的 那 你只要Domain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有 再6到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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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通常會再切一些CDN 然後我們可以去看別的網站 比如說皮克幫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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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這個 OK 這是S3 所以它完完全全都不同的 domain 所以它的 domain name 如果夠多的話 它的 worker 數就過多 然後你的 browser 就會開始 開始灑出那個機器人海一次灑出去 然後再一次抓回來 那當然這不是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們家的那個什麼 CDM 有切著別台 然後可是你那台主機 卻接一大堆 domain name 的時候 人家一開你就會一次收到1000個 cognition 過來 所以通常做 CDM 會切到別台去 也就發生不同的 cognitant 好 這是 CDM 那所以像這種網站就會 為了加快它的讀取速度 就一定會開 CDM 而不然它會從頭 一直等到下來 好 那這是 CDM 然後剩下的其實就是真的 H&M 本身 那 H&M 本身一個很大的重點在於 重視語役 然後之前有三個 重視語役不得破損跟重視縮牌 那其中的重視縮牌 除非你們家有做機器人去幫你做一個 默訣動作 不過 不然的話我還建議你縮牌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縮牌很容易 會多一個 tag 少一個 tag 然後就會造成前面的缺損的問題 那缺損的話不同流氧器會有 比較不同的做法 然後那邊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就會有點奇怪就對了 像這個應該有說過 可是它是針對每一行前面來說 對這是有說過的 不然有的網站甚至只剩下一行的方式 那語役的話 語役的話 anyway 語役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語役其實是 我建議你們在寫HM 的時候 不要把它看成是一個圖文並茂的東西 而是把它變成一篇文章來看 因為以機器人來說 它其實看不太到你去如何編排它 比如說CS的擺拿並好看 那是給人類看的 那可是以機器人看的話 它會跟文章結構比較像 如果你去看一些HM的文章的話 有些語役的比如說 HL tag H1到H6系列 這邊好像沒demo 那為什麼會有H1到H6 是因為我們比如說 你如果在寫論文或是寫一本書的時候 會有大標題 大標題最大的大標題就是書尼 本身就是H1 然後再來次標 比如說比較大的主題 那次標就是H2 然後再來是越來越小 總共有六等級 所以它是一篇文章的格式 然後還有 比如說有一些是區塊的 有一些是文字的 它的HM tag表現都不一樣 比如說區塊就是DIV 一篇文章叫做P 一個段落文章叫做P 一個小段的文字叫做SPAN 所以這語役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應該去 你要先去了解它的基本語役 才來寫HM 那如果你的語役錯誤的話 你可能會陷入你們家的危機 也就是你們家的SEO做得很差 也就是搜尋引擎去看你的HM的時候 發覺你根本就亂騎 那你的SEO 它不能了解你的HM到底在表達什麼意思 所以人家在搜尋的時候 你的排名是很下面的 因為他可能認為你是垃圾網站或什麼東西 因為你根本就亂寫了 好 那這是整個前因後果 所以HM語役很重要 那如果你的語役亂寫的話 你甚至還會被人家嘲笑 因為別的工程都去打開 那這什麼鬼東西 那什麼全世界整個HM都用Table編排 Table明明是放資料的一個地方 好不好 所以這不會對 好 好 然後再來是 takeoverview 這邊我就先不做 因為你可以去W3C那邊 他就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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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給你看 或是你隨便去買一本一些網書 他就從頭解釋給你聽 好 然後再來是SEO SEO有幾個重點是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做的 比如說 image src等於 wadafuck.png 我說一下 機器人基本上不懂這個東西的意思 因為他不會針對你的圖面做分析 因為圖面做分析那個分析量太大了 也就是機器人看不懂這張圖是什麼意思 那可是你去做Google去做search的時候 他卻知道那個關鍵字跟這個東西是匹配的 那有幾個部分是 比如說他前後文 比如說這邊寫個cat 那他就可能會認為這張圖片跟貓咪有關係 那第二個是你乾脆直接跟他講這張圖片到底是什麼 那你可以用的東西是title 跟alt 這兩個東西有點不一樣 這邊我就不再追究下去 反正你有一些tag可以用 可以去描述他這個區塊 甚至連div都可以用這些東西 來描述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給機器人看 那再來是額外的是你不應該把這邊東西當成你自己家來用 也就是比如說 data01 然後或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 userid123 你不應該這樣子用 因為這兩個tag是給搜尋已經看的 不是給你的JavaScript或是Rails來看的東西 Anyway 這邊所有的tag 包括src 都有他特殊的意義 那如果你自己真的要用的話 我建議你加上namespace 加上namespace 在以前到現在都是允許的 比如說你可能把你的自己要用的東西變成這樣子 比如說 data-userid等於01 這樣就ok 你可以用底線或是減都ok 那或是像angular在這邊就會上什麼h 什麼東西 比如說index等於02 那前面這些東西就可以移到後面h流去 ok 所以前面兩個attribute是給機器人看的 後面這個有namespace 也就是前面有個某個單字然後減的 那我建議用data 因為data比較正規一點 那這個東西就是給你自己用的 你以後在寫JavaScript或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去用它 讓它留下來HPU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由Rails那邊build出來 然後讓你這邊來用 好 那這邊這邊都是它的定義在 也就是tag的選用 所以tag就要用它的語意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 整個網站最大的標題就是h1 那你的網站通常也只能有一個h1 因為你網站有超過兩個h1的話 就代表你的這個網站亂用seo 那反而你那個h1的排二體會變低 這只是很多seo的關係 然後再來是tag tag的部分就是我剛剛說的 attribute attribute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也不能亂用它 那再來是最後的是 就是王子跟黨名 那王子排二體最強的地方其實是 Dominium 因為全世界Dominium都是唯一獨一無二的 那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個關鍵字的字體 所以譬如說我去打pixnate 一定會出現Dominium為主的 會在最上面 除非他們被發覺他們是惡搞的 你知道什麼東西 因為有一些王子上來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本身是最強的 那第二強的是我要找一下有沒有 這邊不知道有沒有 他們家沒有做 看一下新聞 蘋果 我記得蘋果有做 他們有做那個 特殊aloud 喔好慢 我最近有人 我都看怪怪的 有啦這邊有做 聽說最近這個SEO很爛 會被降級 全版廣告 明明Google自己在弄 對Google自己也在弄 我說一下那個SEO第二個部分 網址也有關係 也就是這個 後面這個東西 可是這東西很好笑 這個東西有一些是贅述 也就是他用來形容這個網址到底是什麼 可是他其實是多的 比如說你把這邊打 我測試看看 比如說Yale 然後也會到這邊來 所以你大可以把他刪掉算 因為他是多的 那一塊是多的 也就是隨便填 他預設填的是他的標題 那讓他搜尋引擎排名可以高一點 也就這樣子 那你無聊的時候 你記得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練習 就是比如說你就開始去看人家 這個到底怎麼弄 然後他有上抬頭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開始去關心他的 他的語意到底怎麼進去 比如說這邊已經是批 我說問他段落文章 那在上面這個 他們外面都會包DIV 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區塊 那還可以看時間錯記 先錯記他用的是新式的tag 他用Time 然後DeadTime是什麼東西 這個機器人就看得懂 他到底是什麼語意 那你就可以開始到處去看 人家到底寫了怎樣 然後你多看一些 其實就知道人家到底寫了好不好 那到底我們照規矩來 好 然後我再說一個是比較特殊的是 其實HL5還包括以前 Ie4 HL4 4 跟4.1 時代 其實就支援一個東西 也就是自訂tag 比如說我可以自訂tag 比如說像 HELLO 這件事情是辦得到的 只不過機器人不知道它是什麼而已 可是你可以用 確定可以用 那我們之後會講到CSS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它變成任何一個東西 我們到時候在那邊講 好 那 我要再說一個是 CSS時代 尤其現在CSS3 基本上 你不應該由它 它想看的 為了讓它變成某個東西 而改變它的語意 而是你應該用CSS的方式 把它的外觀做改變 可是你一定要補合它的語意就對了 那簡單來說 我們應該用語意為主 而不是用外觀的方式為主 因為用外觀的方式為主 那個是 傳統的 大概 Ie4 Ie6 的時代才會這樣做 因為它沒有辦法把 DIV變得像 Table 或是Table變得像 DIV 所以它就會有那個混用的狀況 可是 現在的CS3已經夠好用 那我等一下會教你們如何去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改變它的外觀方式 然後你就可以不用在犧牲語意狀態下 去寫好這一份Table OK吧 好 還有什麼 我看一下 然後 最後 這邊就還好 那 FMFM跟Target 這邊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你開了一個 一塊小部分的HM 比如說像這種東西 你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那我可以有一個Target 比如說這個連結可以連到這邊來 按下去的時候是這邊刷頁 我們是整個大的畫面刷頁 好 這段在講這個而已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東西是 內連結內錨點 內錨點 內錨點的寫法是這樣子 比如說 我這邊改一個東西 比如說 DISPLAY BLOCK 然後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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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這張怎樣 內錨點要這樣DEMO 譬如說 OK 這個非常非常長對不對 這非常長 那我點一下這個要到最下面去 那所以我可以在後面加上一個叫做ID ID ID等於 IN IMAGE 上面這邊做一個A的TAG -字號開頭 然後 IN IMAGE 然後 GOTO IMAGE 所以呢 我已經打完了 所以如果我按下這個GOTO IMAGE的時候 會跑到最下面 就這邊來 這個東西叫內錨點 那內錨點一開始是怎麼做 我一開始有說 你應該把HM 我當作一篇文章來看 內錨點就是索引的意思 就是上面的Menu 我們一般 翻開書的時候 前面不是有目錄嗎 那目錄每個地方都可以點 點了之後就到那篇文章 那個點去 所以內錨點做這個 那 既然它是做索引的 就代表ID 這個名稱不能被重複 不然它不知道到哪邊去 那 倒是有另外一個東西 你可以重複的 它叫class 這個東西就隨便你用 隨便你用 用幾次 用重複都沒關係 但是ID一定不能重複 就是 因為它是做內錨點的 如果你知道前一後果 你就知道為什麼不能重複 好 然後DIHB我剛剛說過 也就是如果你自己要用的話 應該要這樣做 然後最後一個是 相對絕對跟 不定Portocall的網址 那這邊要講幾個 是比如說 我拿image這個來說 相對連結其實很簡單 就是前面加一些東西 比如說 它在template 斜線 然後 也有斜線 它在這一邊 那它的意思是說 目前的網址 比如說 我目前的網址是這個 我另外demo 比如說這個 那 假裝我們目前在 後斜線 INDEX的 HRL 假裝這是目前的網址 那你下面這個圓 這個的話 它會變成在 這邊 這張圖片的網址 它會去找這個 因為它叫相對連結 那相對連結可以用 像這是加後面的 甚至上 用上一段的是點點 那點點的話 這邊就會變成 上一層 欸 等一下 這個打錯了 YAL的 上一層 會變到這邊來 因為 點點是上一層 所以 目前在這一層 往前跳一層 然後後面再加一個YAL 然後就會變這個 這叫相對連結 那相對於某個路徑來說的連結 那 絕對連結 就是前面加一個 斜線 這就是絕對連結 也就是從根目錄開始算 那所以 會變成 欸 一樣啊 這叫絕對連結 那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不定Protocol連結 叫做 它長 類似這樣 它長類似這樣 那 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是work的 絕對work的 然後 只不過我應該找不到 圖檔而已 它有去找這個圖檔喔 它去找到圖檔 可是它沒有work 那 為什麼有這個東西 存在原因 是因為 我們的Protocol裡面 有分 http 跟 https 對不對 那一個有加密 一個有加密 一個有加 等於 http 加 sl 那 可是這邊有尷尬的地方 如果你有去操作一些網站的話 它有時候會跳出一個訊息說 磁網頁裡面包含未加密內容 對吧 那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東西的原因 是因為 它通常未加密的東西都是圖片 因為圖片加密會增加它的檔案大小 因為它的風包加密嘛 它加密只會變大不會變小 好 那 所以 這邊很尷尬的原因 這邊就出現一個非常尷尬的地方 是 如果我的 網址同時支援 http 跟https 會變成http 跟 s 通用的話 那 我的http 我就要一直變 因為 我的圖片 我不知道是http 或是https 為了不要出現那個警告的時候 那 所以 如果它 key的是https 的話 我所有圖片都要換一個 OK嗎 因為不然它會跳出來說 有東西加密嘛 可是 如果 我的網址是http的話 又跳這個https的話 我會浪費我的評寬 對 因為我說加密的話 會增加檔案大小 所以 後來出現了這種寫法 也就是 如果你是http的話 就會用http找那個檔案 https的話 就會用https找那個檔案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變成 不定protocol 也就是 依照你目前 網址的protocol 來去找 這張圖片 OK 這是整個前因後果 好 所以 後來很多 很多網站都這樣寫 尤其是他們本身有SSL的 就是做雙用的話 它就是這樣寫 那如果你們家網址 確定都只有某一個單 單一項的話 也就是全部加密 要去全部加密的話 你乾脆這邊 就直接把它寫死 比如說 https 就可以了 或是htt 這樣就OK 好 好 那 這是 然後 看一下 好 那 剩下的 我們就能講到 CSS 那 CSS 今天應該講到一半而已 我們講到10點就好 那 CSS裡面有兩種模式 一個是 檔案的 一個是 寫在這上面的 然後 使用還有兩種模式 譬如說 可是我一直都忘記要怎麼寫 我看一下喔 是原始檔 它叫做 link 這一串都是 這個 譬如說 它的這個 那 這邊通常會去讀一個 CSS檔 它就是把它寫起來的 譬如說 hihi.css 那這邊也可以直接寫 譬如說 body 什麼什麼鬼東西 那 這兩個東西基本上一樣 你可以看成一樣 只不過一個要去外面 抓那個檔案回來 一個是 這邊直接就有 那 所以你可以把 這中間的東西 存成這個檔案 就好了 這兩個東西完全一樣 那 只不過上面這個 還可以再規定是 它的 Media的範圍 我記得是 我記得是 我記得是這樣寫 那 以 Media範圍 是 screen 或是 print 或是 boss 我記得 那 也就是這一份 css css 描述這個 網頁長 怎樣的一個文件 那只不過 它的 這一份 檔案裡面 它的描述的對象 到底是螢幕顯示的 還是 列印專用的 還是兩個都有 那 通常可以不用寫 不用寫的話 我記得是 boss 也就兩個都有 如果你家 不會想把它列印出來 就算了 那 如果你家有 要列印的話 比如說有一些 政府用的表格 比較特殊 那 顯示的 跟印出來的 格式不一樣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把它切換 切掉 好 然後再來是 selector selector 有三種 那 這邊要寫的是 反正我下面有code 我直接寫給你看 比如說 body 這個是針對 tag而言 也就是這個 東西 也就是這個 tag的名稱 那 第二個是 class 跟id id id 跟class 是點開頭 比如說 點class 那 這三個東西 可以連用 而且混用 比如說 欸 然後 同時要符合 logo 而且 它的 id 要是 smile OK 這三個東西可以混用 甚至還可以繼續連用 比如說 點 hihi 點 yoyo 那 因為class可以重複 所以它可以一直這樣點下去 那 id就只有一個 它可以接在前面或接後面 這三個東西 這個是一個 tag的選稿 也就是 只要那個 image 有 這三個class 而且它的id是這個 的話 就可以尋到 那你就可以針對它去做一些描述動作 這選擇器 那我選給你看 比如說 我們針對下面那個 in1 來做的話 我可以做幾種方式 比如說 span 緊字號 test1 做 font size 99.px 看得到 所以我們去看一下 code 就會變成這樣 對吧 好 好 那我也可以針對 tag而言 也就是全部的tag span tag 所以 它就會變成 這樣子 對 因為我span有兩個 那所以span 還可以再指定 那比如說 我還可以再指定它 比如說 red 那span.red 我還可以把它加上一個color 這個 500 欸 我還錯了 紅色 對吧 那這就是選擇器 那你選擇器 當然我們剛剛有說的 可以居加 比如說 test1 這也是ok的 因為它都一直選同一個 然後 那繼續下去 那選擇器其實可以有多層 它有層次分別 如果你前面再加一個body 就是body下的那個東西 中間用空白隔開 那 所以這邊 這邊是一樣的啦 因為它在body下 那 你當然可以這樣一直接下去 比如說 什麼東西 後面的什麼東西 反正用空白隔開 然後可以 一層一層下去 好 那這是選擇器 的部分 然後 再來應該是priority 好 我先說priority好了 那 等一下 好 我先說display好了 欸 這邊有個東西叫display display的話 我要另外做 等一下 我看一下 spend 那 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一下我要寫哪裡 那 他的ID 叫做 target 那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寫個spend-target OK 我雖然spend預設是一段文字 就是 文字片段用spend來包 那我們這邊來做一個demo 可是這個demo要長一點 這樣差不多 好 那我們把它做一個背景色 好 先給你看他現在長怎樣 就是長 這樣子 那spend我剛剛有說他是一個文字區塊 等一下 這邊我先刪掉 他現在是 block 刪掉 OK 你目前會看到他一個 並牌的感覺 也就是前面spend 後面也是spend 那中間這邊是我們剛剛的那個target 那個class 那 因為我說過 因為spend的語意 他是文字的區塊 所以他 會是文字 那他既然是文字的話 他會跟別的東西並牌 因為他是文字 那文字的語意他叫做 enite 他叫做enite 那 所以 重新整理不會有這種效果 因為他本來就是enite 那 再來是還可以再改 他可以改別的 叫做enite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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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圖片 記得enite block 是圖片 那 那改圖片的話 圖片有一些特點是 斷 可是你會發覺 圖片裡面的文字會 會跟著變嗎 那 還有一個是 如果是 他本身夠小的話 他本身會 等一下 我這邊改 id class 這樣我才能重複 這個打太長了 那 我這邊改一個 比如說 喵喵 然後 去存的時候 你會發覺 因為這太長了 所以他斷了 你會發覺他可以跟文字並排 對不對 因為 如果你在打字在插圖的時候 你會發覺圖會插在字的旁邊 對吧 所以 因為他當圖片用 所以他本身 會是ok的 那 再來是 這是 enite block 它是圖片 第三個是 block block的語義是 區塊 就是 div 那我們剛剛說的一個是 enite enite的基本代表是 span enite block的基本代表 就是mh ing div block的話就是 div div的基本上 會變成這樣子 好 那 你會發覺他 會延展到底 好 這一大塊延展到底 然後 這個也會延展到底 也不是剛剛的某一部分 所以他會區塊 所以你 用Display就可以把它變成別的東西 別的表現方式 所以你不應該 一定要用 biv 一定要用emage 一定要用span 來為了 犧牲 它的一些 原本它的語義部分 我說過 語義要為 最基本的方式 然後才去用 css 來改變它的 顯示的方式 好 那這是 Display 那再來是 額外的東西 這是一大票的 比如說 我要去形容 一個東西 到底有多大跟它們邊距 內具外具跟邊框 這幾個語義 那 首先是 我們剛剛講了幾個 第一個是 我們可以把一個東西 改成 span 沒有啦 我們可以把它改語義 那我們現在要先玩上面這一顆就好 也就是 這一顆 那我把它加2 所以它不會宣告它 那 這邊先 把它變成 圖片 圖片之後呢 我們可以開始宣告它的大小 譬如說 因為它圖片 所以圖片有 寬跟高 那些都可以測 20px 這太小了 200 300 那 10px 20px 30px 4 10px 40px 2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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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這一些屬性而已 那直接看一下它會變成怎麼 因為它本身是圖片 所以它會跟文字並排 因為它不是區塊 區塊會從頭延閃到尾 那我們剛剛用了幾個屬性是 Anyway 現在錄影比較好用 因為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畫面 那其中這邊就可以改 那你可以看它下面其實有跟你講說 圈圈在哪邊 這是內具 這是邊框 這是外具 它的尺寸大小都有給你 而且你可以點兩下 就可以改 譬如說加到100 它就跑下去了 那 所以你這邊就可以改 那這四個數字是什麼意思 通常有四個數字 在 CSA 裡面很好瞭解 也就是順時針 從12點開始 所以上、右、下、左 所以上、右、下、左 那所以左邊可以把它打到小一點 那加回去 這是左邊的 所以你有這個基本認知就知道 那如果是兩個數字的話 就是上下跟左右 第一個數字是上下 第二個數字是左右 那如果有三個數字的話 我記得是 順時針到第三個而已 最後一個就不設了 好 那這是一些東西 這個東西可以自己玩玩看 因為反正現在Edit很好用 這邊 右邊這邊都可以直接改 直接有 可以自己打 那我建議 如果你們在調View的話 你可以把 這邊有個按右鍵 可以按觀察元素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改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可以把它的 改成到我要的東西之後 我才去寫我人家的CES 不然來來回回太多次很多說 好 好 那這是 寬 高 那個什麼 內具 邊框跟外具 那這個東西要自己玩 然後 這邊的話 欸 能變 能有這些東西的只有兩個 也就是我們剛剛區塊類的 也就是圖片 跟區塊 才能用這些東西 不然不能用 比如說文字你根本沒有那個 上下左右邊具有的那些東西 好 欸 邊具有啦 邊具有 可是它的寬跟高是沒有的 然後再來是 寒高 寒高要玩的東西就是 我們在上面還可以再繼續玩 比如說 這邊先刪掉 好 例如說 剛剛有說這個東西是一張 我可以把它變成一張圖片 ing 那這邊是 imtitle 然後外面加一個 div head 我要打一下喔 span我剛剛有說可以把它變成圖片 而且我可以把它真的當圖片來用 比如說 Display Nightblock 然後 60px 這是文字字中 在那個圖片裡面 文字字中 為了看邊界 所以我們要給它一個配景 好 好 那 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是 這樣子 那 可是你會發覺 如果這 左邊的是一張圖片 可是右邊 是文字 可是 圖片跟文字對排 文字跑到最上面去 那怎麼辦 我明明是 圖片要跟文字 可能要置中水平 好 那這邊牽扯到一個東西叫 航高 那我教你航高怎麼打 就是譬如說 航高其實打一樣就好 譬如說 下面這張圖片是60 那你的航高就射到60 然後用 至中排率 譬如說 60px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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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什麼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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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tical Line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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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的航高全摩射一樣了之後 然後 而且把裡面的所有東西全摩都 自中對齊 那 他就可以很開心的 跑在一起 那 你不用用那種 上句 上邊句 然後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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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拼下來 那到底拼多高 都不對 而且你這樣拼的話 也會影響到別的 Element 那 這樣子 其實用航高的方式來解一下 就OK 那 只不過這個東西 有的時候 會有一些小bug 那那邊就要 稍微喬一下 可以 那 Anyway 對我來說 最簡單還是你 把它 乾脆就設一樣 然後 用 Middle 然後就 就全部都一直線了 好 這是航高 然後是 Background 跟Background Position Background 跟Background Position 的話 我要去找一張圖片 就是 Icon 我找一下 Myconlist 喔 有沒有小一點 這都太大張了 這張不錯 欸 喔 這一張 我每次都用這一張 欸 看一下喔 褲子 連結王子 Q 乖 乖乖的 這也太多了吧 這怎麼回事 OK我下回來 它叫做 Icon 這個 好 那我說的是 目前是不是 背景的 也是一個 連動的做法 是 寫給你看 首先我們建一個 點 Button 好 那Button的 UI 這個 斜線 好 這邊要設幾個東西 是 NoRepeat 就這樣就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Button 直接做一個Button 出來 比如說 等一下 它是點Button 所以這邊用span來做 OK 然後 通常Button 是有 一個Size 所以 通常Button 會用 圖片來做 所以 OK 好 那再來是 它有一些Size Size 這個到底多少 王姐 我們看一下 這個Size 是 260 所以它除以2 大概130 所以我們要把它打成Size px OK 我現在做的意思是 這張圖 便是一張合圖 那我們之前有談到說 如果我去發 CSS 或是 我一個網頁會有發出 我可以去抓 那這一張一張圖 可以當六個Button來用 而不是當一張圖 一個Button來用 不然我就要發出六個Walker 然後一次抓回來 我才有六張圖 那這樣子如果我把這些Button的這個圖 放成一張的話 我只需要發出一個筷子抓回來 我就可以使用它了 只不過我如何要把這邊的東西切成六個Button 而不是一個Button 好 那其實我已經做完了 它有一個Button 這是剛剛的一個 那 這是其中的一個 那 可是我如何變其他的東西出來 那 第一個通常最好做 因為它不用做Obset 的動作 也就是我不用去 讓它去做錯位 那這邊我再加一個 比如說 Bolder 怎麼樣 px ok 這樣才看得到它有邊框 那再加一些外距 然後個人喜歡的圓角 好 所以 我們先做好一個Button 就這樣子 ok嗎 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來做第二個跟之後的 那我會建議你們用 那個第二個Class來做 那 首先是 這是剛剛的第一顆 對吧 那 我們有六顆的話 可以把它 我第一個要打對 比如說 1 先這樣有 1 2 3 4 6 6 6個Button 前面的那個 來當作它的主要的表述 也就是 它是Button這個事實 後面的來做差異化 也就是 我要去做圖片的位移 的動作 那 所以 我們已經打完了 第一個Button 也就是 它是圖片這個事實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我們的 我們會有 6張圖片 就是6個Button 那再來是我們要打差異化 通常會是 第一個應該都不用打 而是我們要打到點第二個 這個 那這個東西可以寫一行標 那 這邊再做一件事情就是 Background 你會發覺我們的Button圖片是 它是Background 那 我們做 Background的位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到第二個 第三個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圖片去做 因為它貼在背景 那我們把背景圖片去做一個 移動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出不同的樣貌出來 所以這邊做 Background position 那 單位是130 那第一個數字是x 第二個數字是y 所以應該是 0-130px 然後 你可以直接看到它是什麼樣子 那所以 繼續 我們有 我們有幾個 紅Button有6個 所以 這是2 那 3 4 5 6 那 其中的3應該是2 6 0 那4 5 6應該是-1 3 這是 第 第四項線的算法 所以你要往後 跟往上 所以 那兩個數字 勢必都是負的 它是第四項線 那 這邊是130px 0 2 2 6 0 2 0 0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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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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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y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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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方式,排列方式解釋完我們就先 這個留到下一堂課好了,我們先到這邊就好 因為這個東西要講很久 今天就先這樣子 沒事沒事 先在這邊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因為講完after要連before一起講 不然這樣會怪怪的對不對 before講完我要講到後面什麼東西去了齁 那anyway,這一堂課最主要的地方是 除了我們剛剛手動幹雷奧那樣子之外 就是你可以買一個雷奧 然後自己就把它抖出來之外 再來是其他的東西是今天所上的 HTML HTML最重要是它的語意 語意最重要,不管怎樣語意最重要 如果你去看很多SEO文章 除了內連結或是外連結 或是一些關聯的東西之外 就剩下你HTML本身語意的設計 那你可以增加你的SEO 增加你的瀏覽器排名 而且人家也看得起你 如果你的語意真的寫得很好的話 就代表你的UI那些都做得很棒 然後再來CSS CSS有一些規則 那我們目前講了幾個東西是如何去載入它 然後你的選擇器有哪一些 當然選擇器有更多 那當然你可以先去玩這個東西 Document裡面有 那應該可以找到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很好玩就是如何選到它在跳舞的東西 那像是這個東西很簡單就是 請選到盤子 所以我去選盤子 那我們剛剛有說選擇器裡面可以有直接對盤子下 可以講我要選它的PLA 它只能下Selector 所以你可以直接下這個PLA OK選到了 那請選到旁邊的是什麼東西 那請選到這個 那我們剛剛有說ID的選擇器 對不對 我先幫大家一下 這東西很好玩啦 無聊玩玩看 ID的選擇器 所以我們可以選 緊字號 Fancy OK它有在跳對不對 那我們要選到Apple 可是它在某個東西的下面 所以我們 A PLA 如果你選上去它會跟你講它在哪邊 只不過你要選到它 就這樣子 那我之前有說這個東西有階層性 所以它是在某個外面裡面包圍的東西 所以你要先打外面然後再打裡面 然後緊A 其實右邊有提示給你的 只不過你要打到對而已 所以這是Fancy下面的 下面的 然後後面就越來越機車了 因為 因為這個在外面這裡面 這是裡面的 你可以用一個select class name 就選到多重的東西 然後 然後 這是tag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一個可以用回用的 比如說 orange 的 small 因為 如果你用orange 我選到大顆的 那我選這個給你看 它會這樣 欸 然後 它會跟你講 不對應該選錯 所以你要再加一個small 好 那 欸 欸 這個你就會了 欸等一下 這個就是混用 就是它在 這個外面的 小的 這兩個都是 所以你要先打外面那一層 再打裡面那一層 所以裡面那一層是有描述的 所以是 ventle orange 這些都混用了 這個 這個字體其實很簡單 那 那 豆點 b 其實就是多者連用 那這邊會變成是 豆點 ventle ok 那 米字號 就全部的意思 欸 那 某個東西裡面的米字號 所以是 就是所有盤子裡面的 小的東西 所以是盤子在外面 然後裡面是 所有東西 哇 哇 這個太困難了 之後你們自己玩 呵呵 因為後面的很囉嗦 很機車 對 這個東西叫A加B 那 A加B的意思是說 你要先打前面的 然後它會選到後面的那一個東西 那所以你要用的是 我不確定我會對 我看一下喔 A加B 對了 那 剩下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後面的很多說 我先濾過 OK 那這是CSS 它輕拔的玩到破 它其實才26關而已 它努力的去key 然後努力的把它玩到破 OK 那今天就這樣子 然後我可以關機說明 哈哈哈哈